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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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空間改造王》帶大家來到青衣的南情灣 這裡柳齡大約二十年 屋的面積大約是四八八十呎 兩房一廳 劉生、劉太太和十歲大的兒子 在這裡住了十年 這間屋子挺嫩的 雖然面積也夠住 但幾乎整間屋子都堆滿了雜物 如果這間是派對室的話 主題一定是雜亂 最誇張的是把餐桌給雜物大包圍 一個字, 亂 說多無謂了, 讓屋主自己解釋一下吧 為何這間屋這麼多東西呢 因為可能我和太太 有時見到很有趣的東西或有用的東西 我們都會買回來 越買越多的時候 我們都遇到一個問題 可能跟其他人一樣 就是一個短捨離的問題 可能買回來之後 放在這裡, 但又不捨得丟 所以再加上兒子 都比較喜歡玩玩具 我都很多東西喜歡 所以越買越多, 越積越多 所以就搞到這樣 如果有心搞清潔一定搞到的 但為何劉先生不處理清潔呢 最糟糕就是他不想處理 看到雜物都覺得累 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可能是 下班後比較累 回來後 看到也不太想收拾 再加上有些東西 可能有比較有紀念價值 所以就變成了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說實話, 為何不覺得庚子有窗 因為窗子被兒子的玩具封住了 你看看, 堆滿了 來到這裡就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的雜物比較多 所以十幾年前我們裝修的時候 設計師幫我們設計地台 做了一個收納的空間 你也看到, 譬如這個 就是我兒子的玩具 某一部份的玩具 而看到這個 也是其中一個最喜歡的玩具 因為我兒子比較喜歡 一些地鐵、JR的東西 所以他看到很喜歡 這個我們在日本旅行的時候 也買了給他的 而且兒子的玩具 你看到都比較大件 所以我們就唯有佔用窗台的空間 就變成塞住了窗台也沒辦法 正高啤, 正高啤, 看看多有聖誕氣氛 這棵聖誕樹因為沒有位置放 導致要長期放出來 已經在這裏十幾年了 嘩, 何時都在過聖誕 又多開心 對呀, 過了十幾年了 冷氣方面 因為其實這部冷氣 都是上一手業主留下來的 再加上近牌, 它又壞了 因為之前這部冷氣機用了這麼多年 它就開始滴水 而且開始不涼 近來還壞了 所以我打算趁這些裝修 一次過換完全屋的冷氣 劉先生的興趣是打機 這間是他的玩具屋 平時會坐在這裡工作 和打下機組裝模式 他們的收藏真的很多 不過他們就來不夠位置了 劉先生希望這房子裝修之後 可以延續去男人的浪漫 有一個漂亮的顯示櫃 好好展示一下他們的畫 這間房間你看到這個櫃除了顯示櫃 外, 上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裡面有我們一些可能的文件 或者一些不是經常用的常用品 還有我太太的護寬品 化妝品, 化妝品, 我們都放在這裡 因為這間房子太多雜物 他們沒有位置晾衣 令他們要在這間房間 打斜地晾一條通 但是就三條搭在一起 好像路鬼一樣 這間房子三個人 三條通搭在一起 都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平日開飯就更加麻煩了 兩夫妻本身是無飯夫婦 很少煮飯的 他們通常都是買外賣回來 然後就開兒子的讀書桌 坐在沙發那裡吃 吃完就會收回桌子 那就當成了 睡房裡看到 因為這張本身是兒子睡的床 她小時候睡, 兒子現在十歲了 變成這張床就已經睡不到 所以我們就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令到我擋住了我這個衣櫃 所以這個衣櫃 我就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開過了 就變成用不到這個衣櫃 至於這個櫃 因為我睡房的衣櫃 被兒子的房子頂住了 所以頂住了長期都用不到 所以我迫於無奈 就唯有買多個櫃 我們放我們現在三個人的衣服 兒子平時都是婆婆照顧 是放假才會回來睡 但是自從兒子床睡不下之後 就跟媽媽一起睡 劉先生因為不夠位睡 唯有就被迫做廳長睡梳化 這次設計上的風格 我本身就想用一個 日式和風的設計風格 而我太太就想用一個 輕車風的風格 劉先生、劉太平時很喜歡上網 看看室內設計和裝修的影片 有次無意中看到Tim的影片之後 就愛上了他的設計 所以他這次就拜託節目組聯絡Tim 希望可以將近日交給他 放心吧,劉先生 我們一定會幫你談好他 不收錢就怎樣 說笑而已 有預算才可以有要求 老闆 好,來… 設計師何偉立,Tim 從事室內設計已經有二十年了 他主張簡約而實用的設計理念 近年他很喜歡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很多裝修的知識 看完學到東西 所以他的影片就很受到觀眾歡迎 不知道他看完劉先生的房子之後 有什麼想法呢 你好,劉先生 你好,Tim 你好… 在這裡 在這裡,住了多久? 在這裡? 在這裡我已經住了大概15年了 15年了? 是的 那這裡有多少人住? 在這裡我三個 我和太太和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小朋友是兒子? 兒子 好的 你也有很多這些雜物 是嗎? 因為我和太太有時逛街 看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或者有趣的東西 買一買一買 做不到斷捨離 就變成你看到很多雜物在這裡 好的,那電視也放在這裡? 是的 因為本來是新電視 沒空處理舊的那一部 好的 那你這次有沒有想怎樣做? 就是有沒有想 全屋製造還是怎樣? 我都希望全屋製造 我都希望改過了一些間價 或者全部拆掉 再重新再做過 但是劉先生 你們三個人 我找不到一個吃飯區域 我吃飯來說 我本來就是在這裡吃的 本來就是一間餐桌 好的 是的 但是現在怎麼辦? 現在坐不到的 是的 現在我們吃飯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會在廳裡開一個小桌子 在那裡三、四桌子 因為我們… 因為兒子回來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來的 我可能會回來 一個星期都是吃兩、三餐 或者三、四餐 所以我們也是在那裡搞定 那劉先生 你這個空間裡 有沒有一些小桌子的想法呢? 其實這個空間 我本來也想選擇一個小小的空間 讓我做一個書房 或者工作間 娛樂 或者想展示我的模型 因為我都比較多 很多的 是的 太太呢 太太呢? 太太有沒有很多顯示器要放的? 太太就不算多 我自己本身比較多 OK 明白 但是還有一個按摩椅 你這裡的空間不是太大 所以將來會放按摩椅嗎? 都會的 都會放按摩椅 而且我也想在這裡看看 能不能做到一張小型的餐桌 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餐廳 在這裡吃飯 現在初步看 可能隔了一間工作間之後 就有一個吃飯區域 可能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待會再量度尺 看看怎樣跟你想 好啊 這裏就是我平時的工作間 我的書房 我平時在這裡 多數都是打機 砌模型 或者是一些文件工作 OK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模型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做模型 我也希望將來可以有空間 容納它們 我會幫你思考 怎樣放在你的新工作間 另外這間房間 就是將來想給兒子 是嗎? 但是現在就這樣目測 去看 不是太大 可能這棵牆 我們要去擴展 向主人房那邊 主人房可能要縮小一點 這樣才夠人體工學 可以令到一個人能夠睡覺 好 還有可能兒子說 有自己房間之後 就要有書櫃、衣櫃和書桌 如果按經驗 通常應該要將床升上去 下面是書櫃或者衣櫃或者書桌 這樣才對 好 而廁所方面也沒什麼大問題 對, 唯獨是這塊樓山最不喜歡的鏡 是想一手業主留下來的 三尖八角 所以樓山就想換一塊平面的鏡 這樣照的時候也會覺得舒服一點 對, 這就是我的客廳 你看到這個客廳 我們之前兩個人住 所以之前就做了一個地台 打算有些收留空間 但是因為現在有兒子在這裡 如果三角其實都放不到什麼 我想看看你這裡可以怎樣做 現在初步看 這個是以前很流行的設計 就是一個深色的地台 不過它不能夠處置 因為其實樓下不是很高 如果以前要做處置 現在就會很壓迫 但是現在不能夠處置 就會只有一個裝飾用途 我之後會想這個不會再製造 加上以前的質材 這些類似木皮或者纖維 現在其實如果要做升高地台 要用膠板才耐用 Tim現在看完全家屋 不知道他初步有什麼想法 是入到家屋 感覺上空間感是很壓迫 但是我看圖本身 尺數其實是三個人住 應該是夠的 主要就是規劃 它規劃得一般 加上太多雜物 譬如連食飯區都沒有 窗台又迫住了 它有很多是小朋友以前的玩具 好新正的 但它都沒有丟 在家屋裡的房間 加上收納空間不夠多 有些譬如在客廳製造了一個地台 但又不是收納純裝飾 就會阻礙了很多位置 其實除了收納空間不夠之外 在這個單位裏面 其實十幾年沒有裝修 很多東西都很殘舊 譬如是冷氣都壞了 我進來看見 還有很多油漆位都是發霉 所以這些東西要徹底改善 回來樓山位於青衣南 情灣這家屋 剛才說到因為這家屋太多雜物 完全沒有位置吃飯 加上冷氣機又壞了 令這位置好像水黏凍一樣 而且因為太多年沒有裝修 其實這家屋也有很多長生發霉 這家屋很優秀, 皮膚頂潰 當然是有很多人在表面 我對 подпис放給我 這個這裡是有一些細節 哪一番粗心 因為你會喜歡哪一 combined 還有沒有雜物 可以這樣偷偷測 就不錯… 看起來很大很多個 或是有很多人在一起 讓你們那麼多用 有很多客人就可以說 但劉太很喜歡輕車風 所以我經過深思熟慮和深化之後 將兩個風格融合在一起 這個可以叫做簡約的風 我們可以先看看廳 本身他們之前這個單位有很多雜物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新鑑出來的工作間劉山用 因為在這個廳裡如果我們這樣鑑過 就需要我特意放了一些玻璃 看上去就會通透一點 增加空間感 至於我們的地下 因為我想用柔和一點的感覺 我們會用一個木紋磚 比較淺色一點的 淺色的木紋 但都會很容易打理 因為磚始終有堅硬度 接著廳廳 劉山劉太就提醒我 很多東西要收納 所以我就幫他想到電視櫃 很多地方可以做儲物 但做儲物都要再想一下外觀 譬如我們的電視 到時我會加一些光的效果 接著有組電視地櫃 電視地櫃也是運用了膠板 膠板也有一個特性 就是濕了水都可以抹 平時有時候會髒了 就可以用濕布抹也沒問題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來的 就是劉山的工作間 剛才我提到樓山有很多模型 會放在這裏 樓山的戰利品 那些模型 我們就會整理 有燈光效果滲光 然後還有玻璃 接著其實還有這一款設計 會用了一些黑金屬 去點綴 因為我們不能全部 沒有框 或者完全沒有線條 就不可以的 至於洗手間方面 劉太就有個要求 很想要用一個酒店風 我就提議了他 不如深色一點 試試 做了一個比較型格的感覺 給劉太 但劉山也有一個要求 他就說本身很不喜歡 他們本身的鏡櫃 我看過 上去看原來的鏡櫃 比較斜了 有些顏殘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會做了這個 比較公正一點 拉直整個鏡櫃 現在你看到有鏡櫃 接著有洗手盆櫃 洗手盆櫃 台面石也是用了一隻深色 去襯托長身磚 整個感覺就是一個 比較型格少少的酒店風 而且其實間隔也會改了少少 因為劉山劉太 他就會覺得很需要多些收納空間 我說洗手間做了一些改動 其實就是這個位 可以偷進去 這邊就做儲物櫃 這邊就用來放鞋 為什麼我要這麼想 因為我本身上了 劉山劉太這間屋的時候 原來有很多鞋放在這裡 會阻礙走廊的通道 現在經過了規劃 這樣就會完善很多 原本劉山的客廳是有一個地台的 但是這個地台做得不夠深 變成沒有實際用途 只是一個設計的特色 其實以前香港曾經流行過 這種地台的設計 不過現在已經不合時宜 所以Tim建議就拆了它 令客飯廳的感覺更融為一體 看來的空間感也比較大 至於主人房和亞仔房 Tim就提議用隱藏門 他特意用了條紙去修飾 因為劉山和劉太本身想要的風格都不同 Tim就希望在簡潔的風格裡 做到有設計特色 所以就加了條紙去點住 阿Tim留意到劉山庚屋本身 客廳位置有些打橫的灰色鏡 他也很喜歡這個設計 所以Tim把它用現在流行的風格 重新包裝了 在兩道隱藏門旁 做了兩塊粗幼不同的灰色鏡做裝飾 這個設計可以呼應條紙門 兩塊灰色鏡的闊度也不同 是設計特色之一 而亞仔房就特別用了灰藍色的設計風格 而且有藍色燈做點絕 有型格的感覺 一間房間有齊書桌、衣櫃 用了屋架床增加空間 加高了床的圍欄 夠了安全了 用儲物式的樓梯上落 安全得來又可以收起所有雜物 令到房間更加簡潔 細心的阿Tim也考慮到 現在十歲的兒子慢慢會長大 所以他不想把房間設計 也太有兒童風格 就算阿仔大了 也不會格格不入 今天終於來到樓山搬屋的大日子了 我也替他頭癢了 這房間這麼多東西要收拾 十多年的雜物終於要說再見了 不知道樓山斷舍離成怎樣呢 今天搬屋大日子的心情就… 真的很累 因為之前真的買了很多東西 那…收拾了很久… 他沒有說謊的 真的收拾了很久 足足兩個星期 每晚沒有停手這樣收拾 現在還是這樣 很累…很累… 昨晚也差不多沒甚麼睡覺 那麼收拾到現在也還在收拾 那麼…終於… 都差不多走到七七八八了 我們收拾一下收拾一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了… 我跟我太太結婚的時候拍的結婚照 因為那些結婚照呢… 就是這一照 因為那些結婚照呢… 就很大本了 很久之前拍的那些呢 很大本很大本 所以我們沒有位置放 所以一直放在這裡 但是今天要搬了… 搬公司來搬東西了 變成我們收拾東西的時候 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收拾了出來 然後就發現 咦 原來放在這裡 那我和太太也拿出來 用抽了一點時間 抽出來看看 回味一下 最特別的就是… 我打開來看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這卷是甚麼 可以看一下 原來是我們擺酒的時候 那個嘉賓的簽名 那張…那張簽名刷 剛才也有和太太打開來看 覺得挺有趣的 而這個被封印十年的衣櫃 這一刻終於都要解封了 不知道裡面收拾了些甚麼呢 其實一打開那個… 幾年沒有開過那個衣櫃的時候 那個心情其實都沒有太多 很特別的 只不過是都很… 都很想知道 究竟裡面真的放了些甚麼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開過了 打開了之後的話 其實看到裡面裝 都是… 它始終都是一個衣櫃 裡面都是一些衣服、被子 還有可能有幾個公仔在裡面 不過那個衣櫃…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我可以不需要開它了 因為裡面其實很多都是長袖衣 一些比較厚的衣服 那你也知道 現在的天氣 根本不需要穿這麼厚的衣服 所以我終於理解到 為什麼我這麼久都可以不需要開它了 其實…如果我這次的話 大概都… 丟了有… 六、七成的衣服 其實維持就維持 不是維持很多 最主要都是… 可能就是現在的玩具 她的衣服 我跟太太的衣服 即經常穿的衣服 還有我自己的模型 這樣… 收拾東西的時候 過程是非常迷惘的 因為… 說真的… 你喜歡才會買的嘛 那些東西 但是… 現在要做斷捨離的時候 第一就是… 我不想再… 家屋裝修完之後 也很快就打回圓形 又很混亂 整個雜物房這樣 但是如果你扔掉的話 又好像很捨不得 當時是自己喜歡才買的 所以其實這個抉擇是… 都挺辛苦的 不要再想了,劉先生 搬家工又來了 放手吧 這裡只是我的箱 對了,你的箱 你的箱 好… 下一節回來 舒服了 這房子還要重建天日了 清走窗台的雜物之後 原來外面的景色都不錯 工友正式開始清灑工程 到底之後會變成怎樣呢? 很期待